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重要今天的新闻呢 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新闻自由 还有人民知的权利 其实各报包括联合跟中时 当然中时不用讲了 然后几个两个版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联合上了头版头 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笑一笑 自由时报翻翻翻翻翻 头版后面走到 包不写吗 娱乐 娱乐版里面这一落 有这样一小块 一两百字要不起 小到不能再小了 对于一个媒体 是不是受到行政机关合法的 依法的裁定 剥夺了他的权利 是错的还是正确的 这件事情是媒体要共同承担 应该要共同监督 这是媒体的职能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法院呢 难得 当然这跟前面八个官司裁定胜诉 不见得那么直接 因为他直接是认为 在裁定他必须撤照程序 表单就已经是违法的 那么还有整个裁定的准则上面 失去的依据也不符合比例原则 这是行政法院根据行政机关 做出来的违法裁定 他剥夺了一个媒体 一个频道的生存 结果居然在自由时报的版面里 只有这样一个一百多个字 在娱乐版 而且他要求国赔并没有到败诉 只是说呢法院认为 应该要先让NCC决定 应该要如何 比如说你如果还他执照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用赔那个76亿嘛 那如果你没有要还他的话 你还不起的话 那当然就要去讨论说 那要怎么赔偿他 对所以他上面直接写说 国赔败诉 没有我看 我看那个判决是还没有判 跟败诉 他只是没有直接接受赔偿 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事情最好是 你就执照还他嘛 因为你把错误的部分 就回归正轨 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嘛 那你回归正轨 自然没有所谓赔偿 或是赔偿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要先看NCC 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才会另外去讨论说 那需不需要赔偿 赔偿多少的问题 这也是蛮合理的啊 这真的离谱哦 媒体可以 难免啊 有个立场 但怎么可以没有是非 到这样的程度 变成某一个政治 不管是政党 或者是某一个机关的打手 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不可思议 当然这两天 我想先从郭董的这个谈起 我们会来谈中天 郭董BNT的事件 在疫情期间 大家非常关注 但我们不管问相关的人员 郭董自己 基金会啊等等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原因 虽然世界上会告诉我一些 我大概也会谨守他希望我表达到哪个分寸 但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过程我委屈一点 或者是黑一点 过了就算了 重点是要能帮大家买到疫苗 那现在事情过去了 既然郭董要出来参选 把所有资料 通膨摊在阳光下不是应该的吗 结果光是这个邮件这件事情 刚刚光台铭讲说 他接了个电话 大家姐说 这个你不要买好了 就出现了媒体 先有一则爆料 就说独家 然后这种跟过去的测译模式 就有点不一样 其实这个事情 要从这一次郭董的参选 那他在某一场造势场合里面 他有特别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蔡英文政府有派代表来跟他说 叫他不要买疫苗了 然后呢 隔天大家再问说 那代表是谁呢 其实过去 郭台铭在公开的场合有讲过 其实就是李大为 但是呢 他那天不晓得为什么 可能就旁边有人劝他吧 他就说 不再多说了 那这个就引起大家的震惊 就说 你怎么讲到一般不讲了呢 反而麻烦 对对对 因为大家想知道的 就是一个真相嘛 那那天晚上呢 刚好宣明志董事长有宴请 就很多的立委 然后跟了这个候选人 那我也是受邀名单之一 所以呢 当天是几乎所有人 所有人都问他说 你那个事情到底是怎样 要不要讲清楚一下 然后大家都鼓励他讲 然后呢 就也问他为什么不讲 他就说 旁边可能身旁有些人担心说 他攻击或是批评 然后反而有些不好的效应 然后呢 大家就跟他说 不用啊 你也不用攻击 也不用批评啊 事实呈现就好了 事实呈现出来就好了 我还说 如果你不讲的话 那些侧义会开始说 你从头到尾都是骗人的 然后呢 我还说 其实这跟选总统 选总统不选总统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追了疫情的事情这么久 讲了疫苗事情这么久 人民想要的不多 只是想要一个真相而已 那他就开始跟我们分享 那在过程当中 我就有针对这个部分去录影 那当场不止我 其实这样 陈玉珍委员他也是录影 他有直接讲说 他现在要录影 他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所以你的录影是有接受 受到这个郭董同意的吗 我是特别没 我是没有特别讲 但是因为陈玉珍有讲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陈玉珍委 他是横着拍这样子 离他超近 他都说我现在要录影 要记录 我看他都录了 那想说应该大家都可以录吧 所以我就也这样子 稍微记一下 然后呢 我听完之后觉得说 他也没讲什么啊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 就跟过去讲的是一样的嘛 所以后来呢 我们一下 我们一下楼梯 就去很多媒体在那边堵说 那你们今天聊了什么 那我当然是直接讲说 今天大家对于BNT采购 受到阻挡的事情 都非常的关心 那郭董也直接告诉我们 部分的细节 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果然政府是在挡疫苗的 那这个故事让我们觉得 这个政府真的很草菅人民等等 我一下来的时候 媒体问我 我就是讲这一点 那其实我去参加这个参会 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想要跟他说 千万不要去讲说什么 我就不说了 这人家会以为说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是一场骗局 就是应该事实要摊在阳光底下 让大家看 大家想要的就是一个真相 对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我就说 吵架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 我们是吵架专业的 你的工作就只有 把你遇到的事情 忠实的跟大家去分享 就好啦 不用批评任何人 完全同意 对啊 不用批评任何人 那当我们大家听完之后 我觉得政府太过分了 那自然会有人 对于政府有批判嘛 所以这个事情 那时候大家就这样给他建议 他也觉得说 有道理 所以他就把 这个过程讲出来了 那当然他过程讲的时候 就是前前后后的去讲嘛 那后来我也在我的直播里面 有让大家知道说 郭董是怎么说的 那再来呢 我就也进行了一些 更详细的查证 就把从5月 6月初6月中跟6月18号 几个时间点全部顺下来 那整个过程当中 那就做更详细的了解 那后来刚好 我昨天早上跟郭董 有一个动卵政策的 一个政策说明会 好几位女性的议员 都是因为支持政策的关系 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媒体 他很想知道说 那到底BNT疫苗是怎么样 那我也把这个过程 忠实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总之呢 在我去查证的过程之前 就出现了 但是中间郭董有给你任何的 这个说 你为什么把我公布 不应该公布吗 所以像黄光琴 宏奇这个对当事人 其实比较重要 就当事人在不在乎 因为他没有在现场 所以可能有点误会 就是不知道说 我们大家当下要听的时候 都是说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要记哦 我要记哦 这样子 然后陈运生委员 他一开始他录也没有讲 但他录到一半的时候 也有讲说 我这个都有记下来 然后郭董也有点头 说他知道 所以我是看说 大家都在拍的话 那我自己当时也会记录 怎么可能漏掉我呢 所以基本上这个没有 这个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在现场 所以可能有一些 不同的戒毒 但我们在现场的人 是最知道 那郭董他对这个事情 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不然的话 早上我们就不会 再一起办活动了嘛 但重点在于 那天 前一天的晚上的 那封email 没有错 马上就有退播哦 他写说独家 然后写说 郭台铭早就知道 BNT不让他买疫苗 还甩锅给蔡英文 讲的好像买疫苗 本来就是郭台铭的责任 其实这一招哦 对于一般民众是有用的 因为一般民众呢 其实不了解事实事实 真相也懒得看太多细节 也不会知道这么多 这么时间轴啊 真相 就是看哦 一个新闻出来 他平常可能订阅的就是这个 然后一推播出来 就说啊原来又是假的 啊为了选举才这样 是 所以他的标题 本身就是一个带风向 那我想说什么东西呢 进去看 看到一封email 仔细看完那封email之后 我就发现 哈哈 这就是抓着说大家多数人 不会仔细去看email 对 因为email里面写的 其实反而是坐实了 政府去卡疫苗 是 因为email里面写说呢 这个 跟BNT相关的人士 那个郭台铭的朋友 他里面写的内容是 这个BNT的老板呢 所谓拒绝跟台湾 签订BNT的合约 是因为台湾这边的政府 要求要用 Independence Government of Taiwan 去做签约 所以上海复兴才会说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信是 郭董的朋友 要帮忙 对 衔接有没有可能 买疫苗的朋友 转达的 对对对 然后郭台铭 并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 然后呢 可是这个信呢 这个信就有几个人有嘛 第一个是郭台铭本人有嘛 第二个是他到总统府的时候 曾经提供给 包括王立胜 指挥中心的人嘛 然后等于说政府也有嘛 那第三个 就我了解 是他可能也有 传给这个政府的高层 就是可能透过 讯息的方式 传给政府的高层 那他这个信写的原因 是为了要提醒政府说 只要你用正确的名称 比方说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 就可以夸号台湾 就可以买到疫苗了 因为有个奇怪的名称 对 但如果你坚持要用什么 类似台湾government Independence of Taiwan government 这种说法的话 那你连签约 可能都没有办法 好 那所以呢 这封信呢 是由政府丢出来的 晚上也是第一个 由王毕胜说 有有有 这个信存在 是真的 这个信是真的 然后呢 就想要拿这封信去讲说 是郭台铭 自己明明就买不到疫苗 还要丢给蔡英文等等 可是我们看完信之后 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说 这个从头到尾都是 政府把意识形态 凌驾于人命之上 以这封信的解读 就是说 如果这封信的说法为真 那问题最大在政府 可是隔天 再隔一天 就是昨天 指挥中心突然又开了 记者会说 没有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 Republic of China 没有用什么 Independence of Taiwan government 那 请问哦 请问那 你前一天承认的那封信呢 那这封信 不就你认为是假的吗 所以内容就是 不是说这个信是造假 而是说 你认为这个人说的 说法是不实的 那你为什么又要承认 这封信里面的一部分呢 他就连位夫妇都没细看 这个email怎么回事 你要承认 你就是承认整封信嘛 那你 结果你对于信一半 承认一半不承认 而且你还说 这个比如说 陈时中说 郭台铭过河拆桥 郭台铭怎么样 信是郭台铭放的吗 到底是谁过河拆桥 对 信今天如果不是 郭台铭丢出来了 你要骂也是骂 陶本和记者 你要骂也是骂 传资料给他的政府高层 怎么会去骂到郭台铭呢 今天如果是郭台铭 拿着这封信出来 批评政府的话 你要回击郭台铭 OK 但人家根本是 他个人的隐私 你去妨碍秘密 把人家隐私公开出来 然后呢 你还说是别人的错 那这未免是 就是你去谴责被害者了吧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他荒腔走板的是 他为了要说谎 全部矛盾在一起 一下说呢 是 一下说这封信是存在的 然后去说郭台铭 明明知道人家不让他买 一下说 没有没有 这封信是乱讲的 我们没有用 Independence of Taiwan government 那到底是怎样 就讲不清楚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政府还是一样在胡扯 尤其昨天最扯的一个人 叫做陈时中 所有人 我不知道谁说谎 但陈时中肯定说谎 因为他在过去 在疫苗采购期间的时候 他说 收到曾欣盈 就是郭台铭太太 递件进来的八大文件里面 他说 相对资料是齐全的 只缺了一份原厂授权书 大家当时就说废话 因为你又没有确定要下定 当然人家拿不到这个资料 然后他就说 我会会会 我会再帮忙他们 结果昨天陈时中竟然说 永林送件的资料 大多都是空白的 大多是空白 跟他脑袋是空白的吧 对啊 他脑袋才是空白的吧 至少最起码 空白不空白 我们不知道 但陈时中 绝对其中一次是说谎了 所以陈时中 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人 难怪会被台北市民淘汰 而且这太重要了 就是在这过程里面 政府的无能失职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的明白 这跟当初大家认知是一样的 为了一个意识形态说 哎呀不可以透过上海复辟态 所以哪里的疫苗通通不能来 有人要挡我们疫苗 什么就是要用意识形态来挡 特定的疫苗 然后还保护国内特定要扶持的疫苗 清清楚楚啊 那么当mail 一封mail 可以两种用图跟解读 一下子承认一下子不承认的时候 可是这个内容 清清楚楚都是告诉大家说 怎么会有这么无知无能的政府 什么independent government 台湾这什么什么鬼 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国际的 这个上市柜的公司 会统一用这种奇奇怪的名称 跟政府打交道 是啊是啊 而后来是甚至为了那个标签 都误以为说上面都会写什么 上海复辟态什么 后来根本没有嘛 没有他们是重做 就是为了政府的要求 然后他们重做一个 重做也有 但其实欧洲国家那边出厂的 也都是用同一个标签 然后呢他们再到飞机上去 把外壳上面的复辟态的 整个大标签 找一个人偷偷上飞机 把它撕掉 对 就是我们意识形态到这个地步 甚至呢 这个郭台铭他们到总统府去 见蔡英文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一千万剂 还没有持继的五百万剂 那一千万剂的时候 蔡英文大小姐 竟然跟他们说够了够了 那要买明年再说 不要再加了 那你这不是就是要让大家 打不到疫苗吗 而且后面还有更多升级版 所谓的这个变种病毒 人家还会研发 你要先把订单抢下来 对啊 他们说够了很多了 要买明年再买 那时候疫苗拿很多 而且后来买的 总共一千五百万剂 包含磁剂后来也买到了 试一下就打完了 复辟态是很早就打完的 一个疫苗 像我个人只打了两剂BNT 第三剂打了莫德纳 因为BNT也已经没有了 所以人民想要的是 一个疫苗的选择权 你怎么可以为了要让大家 更多人能够打高端 让高端能够被消耗掉 你就说疫苗够了 那万一那我就想要选择 国际认证的疫苗 我不想打高端的人 为什么要被政府这样子去强迫 为什么政府要强迫 推销一支国产 它也不真的是国产 它是民间企业的 只是台湾制造的疫苗 而且它并没有通过国际的认证 重点在于 有没有通过认证 有没有经过正常的审核标准 然后政府一直欺骗我们说 会会会 它会通过什么WHO的团结试验 现在疫情指挥中心都已经解散了 请问团结试验的报告在哪里 请问打高端的人 他们是不是都是上当受骗了呢 完全没有通过国际的标准认证 然后现在还在各种圆谎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面对所有事实 还要用抹黑的手段继续在用 实在是看了觉得恶心至极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要找专业的亲戚给你的谢荣志 谢谢你 他董内说小心小心得第一 谢谢谢谢 真的是妖魔鬼怪大小姐 对啊大小姐 我觉得她是因为大小姐三个字是抓狂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 我个人觉得其他都是 其他没有什么啊 新潮流的角色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什么 一个派系统一个派系不同意 这怎么会有这么一事情太到 然后难道是特定利益的护航啊 这个事情是因为呢 郭台铭在买疫苗的过程当中 都有跟一个民进党的大咖 我觉得不能叫高层 他是高层没有错 但是大咖 大佬还是大咖 大佬大佬 都有在联系嘛 那那个大佬会跟他说 很多民进党内部的情况 那当然就是他就有告诉郭台铭说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买到疫苗 是因为大家觉得最大的派系 认为你要选总统 所以呢 那他们可能未来想要选总统 所以呢 那他们就想要 所以搞了半年是赖清德党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邏輯推向 郭台铭才会 看起来是自愿 但其实是某种程度 他知道他不写这封信 他买不到疫苗 然后呢 才写了那封信 他现在就说 你自己要写的啊 怪谁啊 但是那是因为 有人告诉他了 说 如果你不写的话 那你是买不到的 所以请问这到底是自愿 还是被迫 这就是各种对民进党的 委屈求全啊 就像民进党拿 6月17号 郭台铭感谢政府的 那个三点声明出来说 郭台铭那么谢谢政府 你们为什么要 现在过河拆桥 没有 当时是委屈求全之下 只有这样子才有机会 想要捐疫苗给人民 捐这么苦 对啊 而且现在政府讲的 好像说买疫苗 是郭台铭的责任 欠他们的 这不是你政府的责任 你自己没有买到 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7月28点24分 欢迎回来 郭台铭先往千秋万时间 访问许巧新立委参选人 这个事情大家需要真相 两万条人命 还有很多家庭的支离破碎 疫情期间很多家庭 是在怎么样痛苦 甚至生计上面 甚至安全为 这个心理的忧虑当中 撑过来了 真相重要吗 难道你要说过了就算了 不 其实这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多少人命 或是我们的损伤 有多少根本就是 政府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真相大白 除了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保密的资料 无限期还有几十年 不知道 等到政党轮替 才有可能看到之外 还有就是 到底大小姐怎么党的 是因为党内派系 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所谓的派系之争 弄到让郭台铭 这些人 你民间想要捐个疫苗 这么的可怜 这么委屈求全 把所谓的派系怎么回事 又是指指将赖清德了吗 因为呢 这个郭台铭在采购的过程当中 除了跟李大为 这边有互动之外 还有跟另外一位 这个民进党的大佬 在立法院里面的大佬 都一直有互动 那呢 民进党这个大佬呢 他就会把 他现在所了解到 民进党包括派系的情况 告诉郭台铭 所以那个时候 6月17号的时候 李大为来电说 大小姐又说不能买了 那他当然透过侧面的管道 是去了解说 为什么不能买 后来得知的理由是说 当时社会大众 已经开始讨论说 郭台铭捐疫苗 是不是为了要选总统 所以引发了民进党 内部派系的一些纷争 说 那如果郭台铭 其实要选总统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 那我们就不应该 让他买疫苗啊 为什么要为人作假 他们完全不顾人命 他们完全不顾 大家很需要疫苗 然后要打疫苗这件事 就是在想着下一次的选举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猜说 哪一个民进党的派系 在想着2024年的选举 然后最后就听说 最大的那个派系赢了 所以大小姐就说 好吧那不能买了 就转之这个 郭台铭这个消息 所以郭台铭才会气到 在6月18号凌晨6点的时候 写那封信说 如果你们是担心我 这个 你们是担心我 会选总统的话 那你只要让我买疫苗 那就算这个 好我们全家移民 夏威夷都可以 所以这封信 请问是他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当然是他提起 比来主动写的 可是那是一个 在为了帮全民买疫苗 而民进党被 他们的派系去掌握住 然后又有他们最大的派系 我想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知道是什么样的派系 是民进党最大的派系 去做了一个决定说 不能买 那他只能 按照那个派系 他心理担心的事情 去适宜嘛 去解决他心里的疑虑嘛 那那个派系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郭台铭 跟他选总统嘛 所以他只好写那封信 所以写那封信 你说是主动的 是 但你说是被强迫的 也是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 都并没有错误 只是说 就像是 你用一些手段 然后要人家说 你女儿在我手上 这个交出一百万来 这个法律上如果有 胁迫违反公平 争议之余的协议 合约也是失效的 对啊 然后交一百万出来 最后你掏出一百万来 就说 这一百万是你自己交给我的 然后完全不提说 你跟他说的 你把他女儿扣在身边 这件事情 这个有合理吗 这个有道理吗 那请问他掏出一百万 这件事 到底是他自愿 还是被迫的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既是自愿 也是被迫 自愿的部分是 他真的当时很想 帮大家买到疫苗 被迫的部分是 他知道如果他今天 要帮大家买到疫苗的话 他不写这封信 是做不到的 所以才在6月18号 写了这封信之后 也确实 写了这封信以后 就开绿灯了 就开始开绿灯了 罗秉承就开始进来 然后他们开始 往法理的部分去谈了 所以你说写这个信 有用没有用呢 对民进党的某一个派系来说 确实是有用的嘛 然后也把台积电 拉进来了嘛 我们谢谢两个 donate我们的朋友 一位是乔福 另外一位是 每次都支持 巧新的谢荣志 他说巧新巧新得第一 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巧新的一部分做法 我还蛮同意的啦 那这个就是郭台铭先生 也许企业家 真的我在企业待了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个心情 其实有时候企业家 总是名不与官斗 多少有这种心情 在采购的过程就是这样 然后争扎 争扎到后来 好像还是要不要算的 有这种 常常会有这种 想要踩刹车 避免我的企业跟政府 直接在对撞冲突 的危险跟风险 但他现在不一样了 他既然已经站出来 想要参选 虽然国民党还不见得 真超提名他 但他已经是参选人的 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走一半 再踩刹车 就必须要把整个事实 摊出来 让社会大众来检验 不然你很容易 被挑一个毛病 然后用一个乌贼战 就把你的事实真相 给抹黑掉了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 这个看起来 民党政府就收手了 没有在 就好像 有吗 有算收手了吗 昨天下午之后 就没有在 他们就转移焦点 跑到台中那边 开始讲其他的事情 昨天中午以后 他们就不怎么在 是因为新闻热度 还是为了要降低新闻热度 我觉得是不希望说 让这个热度再继续延烧了 那就让我们来吧 对 觉得对他们不利 尤其是他们知道说 其实郭台铭他们手上 正在整理的是童年记录 就是说你 这更重要 李大为否认吗 李大为有没有打那通电话 对啊 李大为否认嘛 那到底是哪一天 几点几分 哪一通电话 就算没有录音 我相信他们可能不会录音 因为当时他还蛮相信 李大为的 所以他不会去 不会去做录音 但是就算没有录音 你也可以指出说 好 那就几年几月几点几分 这一通电话 那就是我所说的那一通电话 你还是可以指认的嘛 跟他说没有打电话 这是不一样的哦 对 李大为不敢说没有打电话 李大为不敢讲说没有打电话 他只是说他没有说大小姐而已 可是 据郭台铭身边很多幕僚都听过 就是郭台铭跟这个 比如李大为讲完电话之后 然后可能会跟幕僚说 哎 他们都加大小姐 他真的是一个大小姐 就是会有这种 就是闲聊 所以我想这种话 还蛮贴切的 对不太会骗人 就如果我接到电话 然后听到他们的话 绿营的人都私下称呼他叫大小姐 我也会很 就很八卦的跟朋友讲说 哎 他们原来私下都叫大小姐 所以我第一时间是听到这三个字 才觉得很贴切 应该是真的 是是是 所以我就在想 可能是因为他把大小姐三个字说出来 才触怒了大小姐 才有出现那封奇怪的email 原来国家机密在这里 对 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很奇怪email流落在一个记者的手上 然后呢 这个发出来之后呢 造成轩然大波 对 但我觉得那封信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是没有加到分的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丢出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整个民进党政府来说是一个伤害 是证明了过程当中政府就是一直想要挡疫苗 也证明了说政府是把人民的这个生命是放在国家意识期待之后 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个跟我当初过程当中听到一个状况可能是相符合的 就是后期不是厂商都有红海啊什么其他人都把它接上头之后 后面再采购的部分就由政府机关自己负责了嘛 那么就有这个相关的人跟我讲说 以前呢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高阶主管去跟对方对口 结果等到政府接手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科员 而且科员回的英文 常常很久之外 也对于对方的理解跟事实的认知英文的沟通上 都会有一点点障碍跟问题 那他们第一时间觉得 之前还都是大家说head对head 这样在企业的这样的规格 在对话 怎么到了政府就变成一个好像很不重要的事情 会小不隆东的 就我想科员也不愿意 交给很低阶的科员来处理 然后这科员又拖拖拉拉 然后加上语言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专业上的障碍 所以整个政府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没有搞不好是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就出来了吧 对啊是不是没有看email 然后就把它发出去了 还以为可以打脸过台米 结果呢先打脸到自己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封信的过程凸显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他们自己拿出来证据 把自己给打脸了一顿 那还有一个打脸哦 其实这几件事情都环环相扣 都跟我们的公平正义很有关系 当然就是法院打脸中天的这个裁定案 陈耀祥为什么还可以 民陪给我搞搞 还想继续在这位置上 继续在审核其他电视台的审照 在法院都已经八个裁定案被认为 你不符合原则 不符合比例原则 或者是认定有问题 再来一个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直接认定 你的撤销证照是有问题的时候 NCC还没有反省的能力 还有脸吗 他们如果是照国民党时代 这个时候应该是陪 民陪宝宝 早就应该要下台了 早就已经滚蛋了吧 怎么这是台湾的政府 自政党好厉害哦 这是最强的一点 就是呢你只要够听党话 脸皮够厚 为党在前面做事党炮火 一定保你 做的太烂他也一定保你 可是我觉得这次陈耀祥真的应该要下台了 因为你知道吗 在行政法院里面去打诉讼 能够打赢 其实并不容易 真的太难了 大多数的时候 这个行政法院都会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 因为我们也打输了呀 都比较容易会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 除非行政机关有非常明显的为师 重大瑕疵 对那像过去的每一个案子 我看了法院的判决之后 我都觉得天哪太离谱了 而这些事情透过法院我们才知道 因为原本NCC比如说他判很多东西 说有问题有问题 他也没告诉你他是怎么判的 他的判的依据是什么 然后他的委员会的里面的人的意见是如何 这些甚至连中天要去陈述自己的意见都没有办法 这些完全都是被NCC所掩盖的 那但是因为你要进到法院 两边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陈述嘛 那我们才发现一些事情 比方说其中一个中天的新闻 就是那个什么降龙展示之类的嘛 在这个新闻里面呢 他们的NCC的评审委员 NCC的咨询委员里面 有十几个人都是认为新闻没有问题 只有四个人认为这个新闻有问题 结果NCC直接才罚四十万 少数服从了多数 对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服从了少数 对多数服从少数 那这种事情当然你在法院里面你说不过去嘛 这个在法院上面怎么可能说 投票12票比4票 然后4票获胜 然后罚四十万 不可能嘛 然后票比较少人当了班长 莫名其妙 另外还有一次呢 是有13个评审委员 他应该要去开某一场的会议 结果NCC要提交这13个委员的名单 然后要证明他们都是临选进来的委员 他们有出席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完全交不出来 所以法院是在NCC应该要交出这些资料 但交不出来的情况之下 那我只能认定你这个东西是有为师的嘛 因为你应该要给我的资料 你完全是空白 那我要怎么判你是对呢 所以就有所谓的13个幽灵委员的事情 这是上一次的中天胜诉的时候的理由 就是NCC连13个委员的名单的 这个临选的内容跟他们的发言 然后有没有真的出席那次会议 都是秘密 都对 因为他不是秘密而已 他提不出证据给法院 提不出来 那当然法律确认定说 你这个可能根本没有存在嘛 有存在你就提给我 我就来审查就好了 对所以太多次 那在法院你没有办法再用秘密 来推卸责任 对你不能再推卸这个责任了 然后中天这一次呢 胜诉NCC败诉也是一样 他有新的评分表跟旧的评分表 你就应该要用新的评分表去评分他 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依法行政嘛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那NCC就用了一个旧的评分表去评了 之后说你不及格 所以撤他的照 所以你在最原始的地方 你以一个行政单位来讲 你就做错了 那你一开始就错 当然一开始错不不错 就会形成错误的结果 所以NCC就 不那个法院就认为说 那你在原始的时候就错 你会影响到委员 你也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 所以判NCC是败诉 那NCC在过程当中 他还一度 就律师团还提出说 就算是用新的 你也怎样怎样 我说哪有人这样子的 你法规 如果你有公布新的规定 你就不应该用旧的 这是最基本的法制原则 你连最基本的法制原则 你都不愿意遵守 然后你要告诉大家 在法院里面才说 那我换一个做给你看 那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啊 就依法行政四个字 NCC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NCC主委 就应该要下台 虽然他们百分之百会再上诉 可是我觉得 那个交给其他主委来处理 现在NCC陈耀祥 你判人家十个案子 十个案子判的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连NCC的撤照的评分 都是有问题 都被法院认证 你们违法滥权 然后你身上又有 进电视的这个官司 那你凭什么还继续待在 NCC主委的位置上面 所以陈耀祥应该要立刻下台 知识近乎勇 请他真的要赶快下台 不然更是丢脸至极 我们的国家 在他的媒体的掌握里 我们大家还在他手上 我光想到我还在他手上 就毛骨悚然 刚刚讲法治精神 当然任何的国家公权力 要侵害到影响到人民 不管是个人或自然法人 大家的一些基本的法律 适用的时候 当然适用最有利于民众的 而且通常当然重新重清 是基本的法治原则 难道陈耀祥或相关的这些人 都还不明白这基本的道理 那很明显的就是政治黑手 介入整个审查过程 那政治黑手做了决定 你先画了这个标靶的决定的方向 然后再来量身打造 挑一个最有可能把对方干掉的 这个表格跟法规 然后来试用 然后把对方给干掉 再来急匆匆的把52屏 换给他自己心目中的 这个想要给的频道 符合自己言论市场的掌握 丢不丢脸啊 还号称什么民主对专制呢 明明就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而且如果呢 最后是要赔偿的话 那你还用人民的纳税钱赔耶 你NCC主委成要想 自己做这么糟糕的决定 你要不要拿你自己的钱出来赔啊 应该的啊 对啊 我们现在正在报税 凭什么要我们付钱啊 我的税金为什么要拿去付你们 当时去错误的换掉中天 对行政裁法 完全错误了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一点都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不止 现在让我觉得不只是新闻系 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学生 连法律系都不知道怎么教学生 这个法律的适用这么基本的原则 我们的政府机关却如此的侵害 那么我们的人命前一题看下来 我们人命是这么的不重要 就可以随便让他们只要意识形态黑手进来 就可以被检塔 那这两万条上市的人命 这这么多的家庭到底谁要负责 到时国家赔偿好几个已经先败诉下来 因为成立真的不容易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才会认为这一次法院的判决 真的是很不容易啦 我也帮这个法官拍拍手 还能够坚持在这个正道上 我昨天正在跟那个罗志强 因为他们搭安去立法院初选嘛 然后正在陪他在车队扫街 然后再沾吉普车上面 我想想好像四点了 赶快看一下好了 现在怎么样了 也没有特别抱什么期待 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我觉得 我本来觉得没有希望的 我觉得会胜诉啊 哎呀你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我自己是虽然希望正面思考 但我觉得法院检察官快要变他们家开的 但是法院系统 司法系统好歹还相对 是有私生的这个专业伦理制度 比较不像检察官要控制人士那么容易 因为我觉得NCC交给法院的资料太烂了 我有看前面几个案子 他几乎是交不出来 那法院是这样子 你连资料都交不起 然后都交的有问题 然后你连最基本的法制 你都没有遵守 他要判你赢 其实有难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有希望 赶快看一下好了 虽然我也没有抱什么期待 像法官自禁啦 对 如果没有过的话 我也觉得说好吧合理 但是我自心里有一点期待 我觉得有机会的 然后一看胜诉 哇我跟强哥两人都好开心 我也是昨天在陪我妈看审 看到推播 然后跟我妈讲 班尼我妈的天啊 现在你啊 算了算了 但是对于人民来讲 真的是重大的胜利 但是要持续下去 不要这个突然到后面 哪一关又被卡住了 这个太重要了 像这个法官自禁 也像我们台湾的民主法治 言论自由自禁 大家一起加油 所以我认为就是 NCC就不该再上诉 那NCC他当然现在 民进党政府会上诉 但是呢 我这边提出个具体的主张 就是2024年 国民党执政 直接取消上诉 这总是可以吧 因为其实法院 已经判过一次啦 理由讲得很清楚啦 那如果我们认同 一省的法院的判决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上诉啊 就不需要再上诉啊 就是我们承认前面 这个陈耀祥搞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不上诉 然后我们看要怎么样 让他们的频道能够 就是说去跟中天沟通嘛 就以不赔偿为原则 但是让他们的台 重新回到他们应该有的频道 就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啦 那76亿不要让纳税人去赔这个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就是不上诉的话 我们要尽可能去沟通这一点 那但是呢 要让他们的原本的正义 能够回到那个频道上面 就是去做这样子的沟通之后 那如果能够沟通成功的话 那就新的政府就取消上诉 然后就不需要再让官司 又再拖三年 就可以让他们立刻恢复正义 非常有道理啦 因为以NCC昨天回应的新闻稿 就可以知道 如果他还有充分的理由 可以上诉的话 他的声明稿不会是这样 就是空空洞洞 我们会再上诉这样 但其实没有内容 告诉大家 法院的这个裁定 这个判决 已经让NCC 哑口无言了 所以停止这些浪费 我们人民纳税钱的游戏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昨天觉得总算有个好事发生 对啊 但如果说 台湾司法是有希望的 太好了 如果说政府 就是如果说国民党2024执政 然后就是要让中天赴台的话 那中天这边可能不能要赔钱的事情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协议一下哦 对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用我的钱去赔 即便那是前一个人 事实上 他的确是有某种重大的损失 对 领导的损失 但是反正前也明赔得起吗 没有 是这样吗 不是为了要让正义先彰显 其他的 因为那76亿是指说被关台的部分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如果你 因为如果你又回去 然后又赔钱的话 对 民众就会觉得说 怎么又是我的钱 对啊 但他们又会忘记说 除非判决是说 那你宁可帮他继续打官司 民众不用赔钱 这样子 真的 我们这一段来讲讲 你国民党的出现如何 真的啊 就只是来提醒我们 如果你们到南下去采访 跟光电有关的事情 要注意安全 好的 有这么危险 我以前常常被恐吓说 你会很危险 但我还真的没碰到过 我还是很相信台湾人心善良 除了少部分的人 却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在手上 新闻 时间到8点44分 欢迎回来中央宣网 千秋万事 今天访问巧新 我们谈到难得 让大家觉得非常振奋的消息 包括中天 那当然BNT这个案子 大家需要真相 这件事情也不是说过 尊鬼就可以被这些谎言 说一个谎 要说一百个谎 再来圆谎 我们要把真相给公布出来 那也谢谢Justin Kay 刚刚给我们的 讨论应该来自美国吧 他跟我们说 打招呼之外 也说巧新要如果南下光电探访 务必留心大意不得 佩服小蜜欢 谢谢 你不是那个火箭队 那最后一段时间了 我们来聊聊 马上17号的时间快到了 是不是党内的提名程序 已经在所谓的征召 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情 越来越近了 我看昨天 黄建廷秘书长的说法 看起来就是会在17号的时候提名 他虽然没有最后讲说是17还20 但听起来 17号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他好像有这样讲 就是17号 他们讲有时候会否认 所以我就 对对 我也是就听一听 但总之呢 我们刚刚有先讲到中天 那我觉得有一个 还蛮正面的消息是 其实昨天 我看到中天的事情之后 就马上跟我在 郭台铭办公室的 认识的朋友说 你们这个应该赶快 给一些比较正面的回馈 因为我觉得 中天跟郭台铭的关系之差 他是应该要 双方有一个契机是要改善的 因为大家的目标一样 都是希望说 2024年民进党可以 这个政党论替 让民党下架嘛 那自己内部有一些 这种争执的话 其实是阻力 所以该释出善意的人 如果能够释出善意的话 我觉得是好的 所以后来 郭台铭他蛮快的 就有在一篇 这个脸书里面 就写到说 他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他会协助恢复 被关掉的电视台 那也批评了NCC等等的 虽然他没有点名 中天两个字写出来啦 但是所有人应该都知道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 善意的表现 所以不晓得中天这边 他们感觉怎么样 但总之 我的想法是希望说 不要这么多的争执 那大家可以重新的去 重新的去放下 过去的恩怨 其实同样的标准啦 中天中时 也都是媒体嘛 还是有一定的 可以公平报道的空间才对 那过去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话 有得罪 这也是事实 他就话讲成这样子 你说老板会不高兴 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 最大的公约数 其实最中天也一样啊 你看如果今天是 政党轮替了 那连二审 大概都我觉得不需要了 就像太阳花 当时二审 他后来也是直接 国家放弃上诉嘛 所以这放弃上诉 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嘛 所以那大家的这个目标 应该是一致的才对 所以我认为 希望他们可以 这个就此打住 就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 当然还是看他们自己 那这个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今天 总统候选是征召谁 那可能都有义务 要表达一下 对于新闻自由的看法 我觉得这点是挺重要的 护士价值啊 对尤其在法院 宪法保障 因为先前很多人不表态 是因为还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可是当法院 都已经这么多次裁定 我们可以去看法院的判决书 去判断这件事情的对错啊 像很多人问我 对于 如果我作为立委 对于中天 要不要赴台的看法 我都说 不是为了中天啊 当然 我就看判决啊 如果他25次的裁罚里面 10次都是错的 那当然我们要回到 10次的那个标准里面 去检验 他有没有需要被关台 没有就要还他公道啊 我们是就事论事 不是看说哪一台 是什么台 谁跟谁好不好 不是这样子 是陈耀祥 根本就过程当中 25次都 25次里面 大多数都给人家乱判 今天才会有要 还人家公道的问题 所以该还公道的 就应该要还公道 所以我觉得 总统的这个征召 在5月17号 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那我还是认为 征召侯友谊的机会很大 那但郭台铭 不是没有努力的空间 就像我的初选一样 你只要还有一天 你就还有努力的空间 你就努力把自己 做到最好 但是你是比较清楚 游戏规则相对啦 就算你不满意党员投票 但至少知道规则 该往哪里努力 但现在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也没有说一定看民调 也没有说看什么 立委是不支持 不知道 就是由党中央自己决定 这点也是我觉得 比较匪夷所思的地方 因为你没有一个规则 大家就不知道 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符合 党的这个希望 那我不知道 可是我也希望 不管是有被征召 或是没有被征召的 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 然后一起去2024年 然后去 就是都可以找到 各自的舞台 然后能够去让政党轮替 那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都是好事一件 所以现在最大最大的bug 应该就是征召之后 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 心服口服的制度的话 对 怎么让这个竞争收场 和平收场 因为你跟费宏泰委员 好歹现在就算是怎么不开心 费委员也是祝福你了 那双方也互相沟通过了 那么都代表着 在当初初选当中 所造成的裂痕跟伤痕 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为了一个更大的 大是大非的利益 那国家利益 或是为了公平争议 那今天也一样 那这两位的竞争 你现在看起来 仍然认为是 会有一个原因是 先前就很多的这个迹象 还是因为是党员身份呢 没有就是听说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说会有各种传言 那我先前把这个传言讲出来的时候 然后引发很多这个轰动 因为我也听说 对但是 但我觉得说一个 不管说初选或是征召好了 资讯很重要 你都不知道这些资讯 那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资讯越透明 对于想要竞争跟参与的人 他越有努力的方向 你就算是知道 5月17号可能会提名是 我从郭台铭的角度 知道5月17号 可能会提名侯友宜的话 那他就会去想啊 那如果是这样 那接下来一个礼拜 我要怎么努力 才有可能改变这件事情嘛 那侯友宜的角度 就会去想说 那如果党中 5月17号提名我的话 那我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那我要跟大家 做什么样的一个论述 那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补抢 甚至要怎么样去整合另外一边 就是各自都有 各自应该要思考的课题 都要提前去思考 而不是说 哦好像5月17号 跟中乐透一样 那这个抽出来 然后抽奖抽到谁谁谁 然后大家才开始 哇怎么会这样子 不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早一点 开始去做准备 所以我都讲 其实对他们两个 都应该要思考 如果被提名的人不是自己 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现在都应该去好好想一想了 乐透大家还开心一点 就是说好歹是公平的抽签嘛 那现在我觉得真的最难的人叫做党中央 最难的人叫做朱主席 因为他先前没有所谓游戏规则啊 那这个准则 NCC财阀还有表单 哪一年的表单 哪个标准40% 60% 那所以我依据是什么标准 就算硬要弄个表单 我还有这个表单 那请问现在党中央的表单是什么 他要判断 没有 自由行政 然后谁决定 像比如说每次就有人说 那你觉得郭台铭的民调会超过 就好像这个你觉得 因为有一部分 朱主席亲口讲出来 还是说除了这个民调基础 还会问地方的民代啦 议员啦 委员嘛的看法 你有被问到过吗 没有 没有人问我 问我我应该不会回答 但是听说在立法院里面 有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有一些委员也持反对意见 他们就是说 我们是区域的立委啊 那你叫我们去表态 这个要支持这个还是那个 那我的支持者两边都有啊 那请问是哪一边的人 比较不重要吗 也不能这样讲啊 所以这个征召的事情 应该还是由党中央想一个 比较公平的办法 而不是去问立法委员 知不知是谁吧 啊你推的人我们都支持 这样总可以吧 是啊 对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说 对啊 所以我也是都跟他们说 就郭跟侯我都认识啊 我就是说 政治的部分 我可能没有办法表态 但如果好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政策 我也支持 可以一起合作 那都是希望两个人变得更好 那我们就可以选出一个 更好的候选人 但是呢 党中央提名谁 我们就支持谁 也希望没有被提名的人 可以也继续的 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就大家都是朋友嘛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不管提名谁 都希望可以留住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2024年 我觉得我们国民党 很大的一个考验 这也是给朱主席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了 那么当然 你刚刚讲了郭台铭 现在版面对他身上 关于当年捐赠的过程 对 有很多真相 有带他厘清 但其实侯友宜 最近也很多个论述 对 你怎么评价在立法院 议会里头 包括对于两岸的论述 还有美中台关系 我觉得他在 这个议会的表现呢 是渐入加进 第一次的时候 还有那个 其实郭台铭的公开演说 也是一样 对 有渐入加进 对 然后第二次呢 他们这个民进党的 新北市议员 再把他当成是 百万小学堂 来考他的时候 那他几乎呢 答对的这个比率 是都蛮高的 有一些题目 还真不知道答案 他也是可以对答如流 那但是这些问题 坦白说 我觉得都偏无聊啦 就是你考人家是干嘛 他今天又不是参加什么 国中大学联考嘛 对不对 他是要做总统 那你应该是问他 比较大的 这个方向性的 这个论述 那他在方向性的 论述上面 我觉得回答的 也都是算可圈可点 代表说 他有处理国政的 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一次 在这个礼拜 那当然声量 都是在郭台铭身上 可是我觉得 对侯友宜也很有利 因为这个礼拜 刚好是轮到 民进党对他的咨询 所以呢 本来这些民进党议员 希望说呢 哇 所有的焦点 都可以摆在我们身上 看我们如何修理侯友宜 就这个郭台铭 一出来之后呢 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 所以不好意思哦 你们的咨询 就不要被人看 比较这个功利有差 对功利有差 所以呢 大家都在看 这个郭台铭的 BNT疫苗的过程 然后 侯友宜也有声援 郭台铭哦 在这个采购疫苗的事情上面 也说 这个类似讲到说呢 政府没有买到疫苗 是对不起人民的 我觉得这也是 很有高度的一个表现 所以代表说 我觉得后续的团结 其实或许是可以做到 还有另外一个是 有一次 侯友宜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 隔壁的人就在酸郭台铭 侯友宜是立刻制止对方 叫他不要讲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动作 这个也有助于 未来的整合跟团结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两个人都相当的克制 然后两个人也试图的 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然后呢 所以我都希望 不管是征 征招到谁 大家可以继续合作 哇 这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刻 我真的超担心 我已经担心 有点这个 别人 在心一阵子 怎么收场 我们先谢谢 王文言给我们的超级 他说 撤掉NCC加一 我想这个加下去 会非常多人 因为一个 没有公平正义的组织 在侵害重要的法人权利 甚至人民 知的权利 媒体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最大的 宪法的危害 是一个障碍 是一个毒瘤 必须要回到 依法行政的道路上 这个很基本嘛 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啊 是啊 而且法院都可以 做出这样的裁定 行政法院要去做出 不利于公务机关的裁定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你就想他交的资料 是多不完备 他平常是去判人家的时候 是多随便 然后呢 他这个是有 多不依法行政 才会让法院 做出这样子的判决 所以我对二省 也是有信心 但是我觉得 根本就不需要进到二省 我觉得重点就是 2024年 这个下架民进党 然后让陈耀祥 这种官员 不要再出现在 在这个内阁当中 然后新的政府 直接采纳 这个一审判决的意见 然后呢 就直接让 中天赴台就可以了 这样是最快的 也可以 不用让他再拖三年 52的收视率 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 我是不知道啦 但民众的需求 才是整个市场机制 最基本的 不是你高兴 用黑手的证据去哪里 就哪里 当然最后一点点时间 那个小心前进 立委选举 现在选区 努力当中 我是在信义南松山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那不管在基层上或空站上 甚至一起跟年轻世代 共同努力 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做 好 小心点